长照站的长辈跟着老师做体势能运动 拉拉筋骨 增加心跳速度和血液循环 手脚也变得更有力 长辈都喜欢来长照站里活动 这就是一些医学长寿 多很多的啦 还在运动方面 这活动筋骨回去都有做 很舒服 长照站里有这么多丰富专业又实用的课程 因为长照站是由一大大昌医院 结合副顶级保安工和顶经理底心理里长 一起携手合作设立的 导入医院的医护资源和大学学生共同设计课程 吸引长辈每周两天都要来上课 也给他健康知识 也给他能够延缓失能的状况下 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提供的服务不是只有医疗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中医 健身 方向疗法 以及精神上的各方面的一个支持 所谓长照2.0ABC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以医院的一个角色去申请所谓吸据点 那希望在我们大昌医院 在这样一个三明区的这样一个场地里面 除了一般的医疗保健的一个服务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在长照的部分能够尽一点心力 大昌巷弄长照站就设在副顶金保安宫的香客大楼里 旁边就是社区住家和金石湖风景区景色仪人 市府卫生局也感谢民间医疗机构 愿意响应长照2.0政策 胜利长照站让长辈究竟就能够参与 他们都是在家里其实一个人也没了 也在家里也没有事做 所以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多多来利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都是在社区里面 而且非常的方便 那特别很高兴今天我们在地的医院 然后服务我们在地的长辈 那这是最贴切也最有信心的一个巷弄站 长照站除了有丰富的课程之外 还会安排电话问安和关怀访试等 关怀更多无法到长照站的长辈 发挥向弄长照站的功能 落实长照2.0政策 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